全油管最快新闻 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报复性空袭引发外界关注 伊朗官方表示损失有限 以色列和美国美国媒体 声称摧毁300防空雷达 猜测可能使用新型武器 可能挂载蓝麻雀导弹的以军15战斗机被曝光 分析称 延时导弹射程足以打击伊朗深处目标 伊朗难以拦截 此举或旨在收集伊朗防空系统信息 可能为后续打击做准备 该冲突引发外界关注 双方态度暧昧 使用新武器可能影响未来冲突发展 值得密切关注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